五国足球好手林云如四强赛对上大陆球王樊振东 两个人熬战到第七局才由樊振东收下胜利 小林同学这一战对岸吓出一身冷汗 有网友在PTT讨论说林云如不是台湾本土栽培 下面说林云如对球王就是一场五五开 达到樊振东快崩溃 一查才发现不得了林云如是自费选手 还附图说明林云如13岁时 家里每个月就花13万请大陆籍教练交 其他是林云如爸妈自己想办法 还说林云如是大陆联赛球员 怀疑是庄织员翻版 怎么看都像是对岸养的天才 消息一出马上成为热搜 体育署针对这件事回应 说林云如国小展现天分 确实由林云如的旧工自费聘请大陆籍教练 国中纳入潜力运动选手计划 里约奥运后调讯为国家培训选手 还强调针对林云如投入超过800万培训经费 也证实他跟郑怡静都在大陆国家队训练 最了解林云如2019年曾加入日本桌球联赛 2020到2021在大陆国家桌球队训练 不少网友感叹台湾没有环境栽培选手 就怕哪一天有下一个桌球神童 国家又留不住 TVBS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